車子停在路中間 警方狂敲窗 看看價值到底怎麼了 沒有喝酒 怎麼會在路上 因為我懂朋友 他朋友一直要來 他一直帶燈 來一男子不省人事 一開口滿滿的酒氣 警方把他帶到路邊問個仔細 沒有你是喝什麼酒 喝啤酒而已 我沒有喝很多 我才喝到10點 凌晨2點多 高雄市前進區中華三路 一輛白色轎車綠燈了還不走 40歲線性駕駛 盲到不行 還說自己沒喝很多 再來再來再來 喔 這麼高 對 你出來 酒色值嚴重超標 自己還嚇了一跳 最後一公共危險罪移送 再來看到這一幕 也讓民眾嚇傻了 什麼事這樣 他的椅子上 他會動耶 他掉到下面來 副駕駛座 車門開開 中年大叔整個人 卡在人心道跟車身中間 不說還以為是命案現場 立場 立場 圓警怎麼叫都不醒 一起喝酒的朋友 剛好在對面 過來幫忙把人拉起來 男子才迷迷糊糊的 應了幾句話 要不要去醫院 不要 45歲即期男子 跟朋友參緒不省酒力 自己跑到車上睡覺 因為太悶熱 開門透氣 結果跌到地板上 呼呼大睡 連警方都笑出來 根本是夾縫中求生存 記者高雄台中綜合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